据说将人头放入液态弹中冷冻5秒 人头就会变得一敲就碎 为了验证流言的真实性 国外小哥打算用实验进行验证 由于没有人愿意贡献自己投入 他们只能制作假人来模拟人头 凯莉在玩具店买了三颗投入 他们计划制作三个仿真人头 第一个将用来做对照实验 看正常情况下能不能将人头敲碎 第二个使用液态冰冻5秒后再进行敲击实验 而第三个则是用来备用 这次轮到凯莉充当真人模具 托瑞将西胶均匀涂抹在他的脸上 然后曝晒12个小时就能脱抹 但脱下来后里面却有一层厚厚的粉底 当然这并不会对实验有任何影响 接下来将开始制作仿真人头 他们首先制作一个冰块人头 看能否被直接敲碎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在头骨里面灌入褐藻胶 因为它的各项指标都和人体脑浆相似 最后再将组织替代胶和头骨放入无据 凝固之后仿真人头就做好了 在此期间 格兰则制作了一个可以遥控的气动锤 它能以1000磅的力道砸向平面 因为冰冻物体在碎裂时会产生尖锐的碎块 为防止意外 实验人员需要在安全玻璃外进行操作 首先要进行测试的是冰块人头 格兰将力道调整到每平方20秒 然后启动气动锤 3 2 1 冰块人头被拍得粉碎 那如果换成冰冻的仿真人头 效果又会怎么样呢 波瑞将一颗加热到正常体温的仿真人头 放在台面上 以此来验证在正常情况下 人头能否被敲碎 在调整好摆放位置之后 格兰释放了气动锤 尽管力道已经非常大 但并未粉碎头 而是将脸部压扁 接下来托瑞将仿真人头 放入液弹中冰冻5秒 然后迅速放在台面上 格兰再次启动气动锤 3 2 1 然而这次实验仍然没有像冰块一样粉碎 因为5秒钟时间根本来不及将人头冻住 但它也不像正常体温人头那样 因此天灵带出现了猎物 这也说明冰冻确实能影响实验效果 那如果延长冰冻时间 是不是就可能出现粉碎的效果呢 下面他们将最后一个仿真人头 放进液弹中 冰冻5分钟之后再取出来 此时的人头已经垫得非常僵硬 再次开始爆头实验 3 2 1 这一次表面的凝胶彻底粉碎 但头骨相对还比较完整 因为没有肌肉和皮肤 实验和真实情况还有差距 于是他们打算再次进行更加逼真的实验 格兰将新鲜猪头放进液弹中冰冻5秒 然后迅速进行实验 这一次猪头变得血肉模糊 但没有出现粉碎的情况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将冰冻时间延长到15分钟 再次释放气冻锤 让人大跌眼睛的是 实验结果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 由此得知 冰冻后的人头并没有那么脆 但即使这样 也不建议大家将自己脑袋放进液弹中 据说当你在下雨天开敞篷车时 只要车速足够快 驾驶座就不会被打湿 因为当汽车达到一定速度 雨水就不会落入车内 可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焰祖决定在用超跑实验之前 先进行小型测试 于是亚当将跑车模型安装在了支架上 然后用鼓风机来模拟开车的效果 而锦里将在汽车的上方喷洒雨水 看在不同风速下汽车被淋湿的情况 同时为了能在实验中更清晰地观察雨滴 他们在水中加入了蓝色墨水 首先测试的是车辆静止状态下的情况 雨水垂直低落将车内全部淋湿 随后亚当将风速设置成24公里每小时 这时落入车内的雨水明显小了很多 紧接着他们模拟了48公里的时速 而这次驾驶舱上方出现了气泡屏障 并且有效阻止了大部分雨滴的进入 似乎流言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测试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 那么在大型实验中 结果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下面刘延祖从58同城买来一辆二手超跑 并决定用它进行大规模测试 但在潮湿路面飙车可能会造成轮胎抓地力下降 而为避免出现车毁人亡的惨象 刘延祖邀请了专业教练进行车技培训 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失控情况 由于两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 所以在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 他们都能熟练控制跑车完成各种动作 为了准确对比不同速度下落入车内雨量的多少 几米将卫生纸贴在深色的底板上 一旦有雨水滴在上面就会显示底板的颜色 这样就能判断车内淋雨的情况了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实验场地 可急速行驶的敞篷车真能避开雨水吗 但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晴朗 于是他们用钢管打造了两个降雨装置 而每个装置配有六个洒水喷嘴 同时他们能在一分钟之内倾泻5.5吨水 这就相当于每小时50毫升的降雨量 接下来他们将吸水的保护套安装在跑车内 以避免损坏汽车后需要打腰子赔偿 然后亚当把测试雨量的板子固定好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教练率先驾驶超跑进行了高速测试 看在暴雨环境下是否会打滑失控 当他以190公里的时速穿过潮湿路面时 汽车瞬间出现了飘移现象 并且车身旋转了450度才停了下来 显然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 这让吉米心中打起了退堂 但在亚当的逼迫下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测试 首先他进行了在雨中关闭车棚的对照实验 看这样是否会淋雨更少 可等车棚完全关闭时 座椅上的值已经全部湿透 那在高速行驶状态下淋雨会不会更少呢 随后吉米重新驾驶跑车 以110公里的时速穿过降雨区 这时汽车并没有打滑现象 并且雨水在前挡玻璃上形成了一层屏障 而纸板也只有上方小部分被淋湿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实验结果 最终他们将车速提高到145公里每小时 这次头顶的气泡效果更加明显 同时纸板几乎完全是干燥的 可见提高敞篷车的速度确实能避免被雨淋湿 但在雨天高速行驶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所以大家在购车时还是不要选择敞篷的 不然开出去遇到下雨天就尴尬了 据说手枪的子弹能打爆煤气罐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 一枪打爆了7米外的煤气罐 引发的剧烈爆炸消灭了所有敌人 从而逃出升天 可子弹击中煤气罐真能引发剧烈爆炸吗 为了验证电影中的情节是否扯淡 刘烟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先用空煤气罐进行射击测试 看子弹能否射穿钢屏 等他们在远处搭建好安全屋之后 凯利用电影中同款手枪瞄准了煤气罐 但当他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并没有击穿钢屏 之后他又再次开出了第二枪 可结果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可见手枪的威力是不足以打爆煤气罐的 接下来托瑞用火力更猛的线弹枪进行了射击 这次子弹成功击穿了前面的灌壁 但通过观察他们发现 钢屏的另一面还是没能穿透 凯利认为想要达到爆炸的效果 子弹就必须贯穿整个钢屏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火力更强的步枪 但这次射击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子弹直接击穿了整个煤气罐 那如果换成装满煤气的钢屏 子弹又会不会引爆里面的煤气呢 下面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煤气罐搬了出来 而这个钢屏装有83升液燃气体 并且灌壁气压高达1600千帕 一旦灌体被子弹击穿 高压气体会瞬间喷出 可子弹真能引爆泄露的煤气吗 之后他们用铁链将钢屏固定在地面上 以此来避免燃烧的煤气罐四处飞窜 同时为了验证电影中的邦德是否会被爆炸伤害 他们还将假人老兄布置在7米远的位置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凯莉在安全屋对着煤气罐扣动了扳机 钢屏内的毅然气体瞬间喷射出来 可尽管子弹贯穿了整个灌体 但并没有将气体引爆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刘烟组将子弹换成液光弹 而这种子弹会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火光 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 他们将在这次测试中多开几枪 当托瑞射出第一发子弹时 钢屏内的气体被快速释放了出来 可等它再次开了两枪后 钢屏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连夜光弹也无法打爆煤气罐 那么几乎没有枪能够做到 为了达到电影中的爆炸效果 刘烟组决定彻底引爆邻居家的煤气罐 最终他们在钢屏上安装了引爆炸药 然后凯莉以远程引爆的方式启动了开关 这时煤气罐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而之后他们在检查现场时发现 钢屏被直接撕成了碎片 并且七里处的假人也几乎烧成了黑炭 但有钻牛角尖的粉丝表示 如果用燃烧弹连续射击 是不是也能达到引爆的效果呢 于是他们从小卖部搞来一架冒篮火的加特林 并且它能以每秒50发的速度连续发射燃烧弹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格兰对着钢屏疯狂输出 这次煤气罐成功被子弹引爆 但手枪的威力不足以击穿钢屏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 结果被电的嗷嗷之叫 可尿液真的能传导电流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这次豁出去了 他们将同时对着带电的围栏撒尿 看电流能否通过尿液让人触电身亡 但由于农场主人不允许他们随地尿尿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带电的围栏 并且其中一半为菱形钢网 另一半则是单条铁丝 同时为了避免长时间触电导致功能性障碍 吉米强烈要求为高压电安装低频通电器 而通电器的作用是产生较短的脉冲电流 这样就只会让人小激动一下 从而不至于长时间触电导致身亡 有了具体实验方案之后 他们开始制作电围栏 但就在实验即将开始时 吉米却因为老婆反对而打起了退堂 而亚当为了刺激膀胱让自己尽快尿出来 他一口气喝完了6杯开水 由于本次实验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屏幕前的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为了防止在实验中出现意外 医护人员会对亚当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 等尿一上头之后 亚当走到距离电围栏8厘米的位置准备放水 可尿尿真的会引发出电事故吗 但这时亚当却表示自己害羞 因为有超过50个观众在现场观摩 好在他实在憋不住最终还是尿了出来 并且在尿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电机 同时心电图也监测到了电压的变化 这就说明尿液确实能传导电流导致触电 但只要增加尿尿的距离 电流就无法通过尿注 因为尿液在射出一段距离后就会散开 从而不能导通电流 可尽管还没有因为尿尿被电身亡的人 但劝大家还是不要随地撒尿